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乌克兰停火 让国际社会调查击落马航客机事件 以色列准备扩大进攻加沙地带 巴勒斯坦称最少有21人死亡 台风威马逊在海南岛和广东省登陆 造成广泛暴雨泛滥同选位 以色列政府军在北部驱港反叛武装 杀死了15名武装分子 南非全国举行慶祝曼德拉日 南非全国举行 Ideas 南非全国举行 南非全国举行